本月7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庸 在任期还有三年的情况下 突然宣布将于2月1日辞职 这让新的市行行长人选 成为了全球关注的问题 据金融时报的消息 特朗普的女儿 白宫顾问伊朗卡特朗普 是接替世界银行行长的可能人选之一 在距离其任期结束 还有近三年之际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 突然宣布将在2月1日提前卸任 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获得挑选接任候选人的机会 据金融时报报道 特朗普的长女伊朗卡 基深美国计划提名的 新任市行行长名单之中 除了伊朗卡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 副部长大卫马尔帕斯 David Valkos 美国国际 开发署署长 格林 Mark Green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海力 Nikki Haley 也是潜在的可能人选 2017年伊朗卡特朗普 与世界银行合作 制定了一项女性创业计划 目标是为小企业主提供 与十亿美元的融资 这一计划得到了十任市行行长金庸的支持 资料图伊朗卡与金庸 一起出席活动 美国是市行的最大股东自成利以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